哈喽哈喽 今天要和你分享五个超简单的MOTO 下热冰影特调 今天目的呢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要让你就算在鸡呀 也能够炮制到 还有喝到很好喝 清新冰爽的特调啦 关键关键就是 他们都是低糖低卡低热量哦 所以怕胖的朋友不用担心那么多 还有很难戒糖的朋友 你们可以把平时喝到那些 碳酸饮料啊汽水啊还有果汁呢 都以这五个特调来代替吧 虽然说最理想最耐泡的还是 热热的普洱茶 好吧今天我们就打破传统 我们来做一下五个 夏热特调冰影吧 现在开始 第一款冷泡茶 茶可以热泡也可以冷泡 而冷泡呢比较能够喝到清爽的味道 这样喝呢可以喝到原汁原味 而且一点也不苦涩哦 今天我们用乌龙茶来泡制我们的冷泡茶 适合冷泡的茶类呢可以使用轻发酵或者是无发酵的茶类 要制作冷泡茶推荐你用绿茶白茶乌龙茶 所需要的材料有茶叶水瓶冷水 既然要冷泡当然要选一个瓶子大一点的 就可以爽快的喝上好几杯啦 然后依照这个比例 1比100茶叶比水的比例 在这里我们使用1500cc的水瓶 就放15克的茶叶啦 冷泡6至7个小时 可以在室内冷泡 也可以放入冰箱冷泡 brew6到7个小时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冷泡茶啦 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其他的东西 可是我们喝到茶自然的甜味 热天喝解暑又清热 还有冷泡茶的咖啡因呢也比较低的 不会影响到睡眠 平时习惯热泡的朋友不妨试试冷泡的方式吧 第二款香橙乌龙茶 这一款茶简单却不单调 就像是一杯detox tea 在享用并饮的同时呢 可以多吸收维他命C 香橙切片 这杯饮料的甜度呢完全取决于香橙本身 所以一定要挑水分充足甜度高的橙汁品种 成品才会清爽可口 喝的时候可以用吸管糖池炸一炸橙汁哦 准备好香橙冷泡茶 在杯中放入三片香橙 加入冷泡好的茶 完成啦这是一杯冲进你印象中所有橙的饮品 结合香橙清新乌龙茶的清香 为你的时间带来美味体验 如果喜欢甜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加甜酱来调整甜度哦 第三 柠檬泡沫红茶 Ice Lemon Tea 不必去饮料店自己泡自家泡沫红茶吧 所需材料油 柠檬片 红茶包 糖酱 Shaker 首先 热泡两个红茶包 要两至三分钟 准备Shaker 摇摇杯 冰块满上 加入糖酱 加入泡好的红茶 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摇一摇 来两片柠檬 倒出你的特条 盖上泡沫 Enjoy 居家办公的时候 下午茶就有着落啦 或者懒洋洋的周末 自己摇一摇好喝不胖的柠檬泡沫红茶吧 咖啡 是开启一天的仪式感 也是新时代的口粮 甚至是必需品 在我改变世界之前 不需要一杯咖啡 如果你厌倦了平时喝的热美式冰美式 你可以try try这个配方哦 酸奶 冰美式 小点缀 大改变 方法很简单 冰块满上 一瓶酸奶 然后浓缩咖啡 完成啦 起初这样喝的时候呢 会觉得怪怪的 可是这杯特条的特点就是 越喝越好喝 酸酸甜甜苦苦 两个呢 都是帮助消化的饮料 合二为一 很适合午餐后饮用哦 消食简易 第五款 椰子水 冰美式 最简单最方便的一杯特条啦 材料有 冰块 浓缩咖啡 椰子水 冰块放入杯中 倒入椰子水至8分满 加入浓缩咖啡 这款呢 喝起来苦中带咸 咸中带甜 瞬间你会觉得吹起了海风 椰子水并美式 让你喝到海水的味道 让你一分钟回到海边 试试吧 以上就是我常常制作的五个冰特条啦 它们都是低糖或者是无糖的 所以喝起来呢 完全没有负担了 如果你喜欢甜一点呢 你可以稍微自行调节那个甜度哦 调到适合你的刚刚好就好了 不要太甜哦 不要太甜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个喜欢 还有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一款 饼特条呢 或者在留言区那边呢 告诉我们分享下 你喝到很好喝的饼特条的配方 让我也可以喝到很好喝 好吗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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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